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恐怖电影《不明影像》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男生俊赫为了女友和好 求救于女友的妹妹 结果在网上意外地下载一段视频后发生诡异事情的故事 电影开始男生俊赫在网络监察科做兼职 同时她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士兮 最近俊赫和士兮闹了些矛盾 为了和士兮重归于好 俊赫只能找到士兮的妹妹静美求助 静美是一个典型的网瘾少女 尤其喜欢在网上观看一些古怪的视频 随后静美同意帮助俊赫 但相对的条件就是让俊赫利用工作给她找一些网上禁止的视频 为了和士兮和好 俊赫只能答应静美的要求 并且有一天在工作的时候 趁着同事不注意下载了一段视频 静美拿到视频后迫不及待的回去观看 视频的内容是一个人正用娃娃施展咒语 并且把视频分享给了自己的好朋友 紧接着当静美再次打开视频时 发现视频的内容变成了一个醉酒女人 被一个男人骚扰 这时静美才发现 原来这里一共有108个视频 因此每次打开都有不同的视频播放 就在静美打开第三个视频时 屋中的柜子缓缓打开 静美过去查看什么都没有 可是当静美返回到电脑前时 视频中的柜子中突然出现一个女鬼 吓了静美一跳 与此同时 静美在网吧的朋友 感觉这个视频不正常 因为她从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 可是自己的周围根本没有监控 朋友急忙赶回家 结果死在了电梯中 第二天静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原来自己跳脱衣舞的视频被发布在了网上 这给学校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可是静美当时跳舞的时候根本没有录像 随后静美在教室中看到自己的同学都变成了鬼 被吓得不轻的静美只能返回家中 谁知在回去的途中被人认出 并且开始大胆地拍摄静美 静美看到后一场生气 抢下了他们的手机 并且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静美打人的这一幕被人拍下并发布出去 静美也很快被人肉出来 手机也频繁地收到攻击短信 静美回家后 世西得知了视频的事情来询问静美 然而静美一口咬定 是因为视频才发生了这一切 随后静美第四次打开了视频 这次居然从里面看到了自己好朋友死亡的视频 静美被吓得不轻 但居然还是将108个视频看完了 世西看到妹妹这样 只能找来俊赫帮忙 在房子中安装了摄像头 第二天白天 世西醒来后发现静美不见了 而安装在静美房间的监控居然也断线了 世西六神无主只能再次求助俊赫 俊赫随之调查着短禁忌视频 这才了解到 原来当年有一个女生为了火 将第二条视频擅自改动了 原本帮助醉酒女人的男人被变成了性骚扰 视频播放以后男人被人揉出来 受不了舆论 最后自杀 男子的妻子也不堪重负死亡 男人的女儿试图解释这件事 但是居然被网上很多人骂 最后女儿牺牲了 附身在视频中 利用视频传播开始报复人 在那之后 已经快发疯的静美和俊赫 以及世西 找到了女儿施展咒语的地方 随后将诅咒娃 随同的U盘一把火烧掉了 事情似乎结束了 可是当几个人回家之后 世西的手机就接收到了静美同学自杀的视频 电脑也开始自动的播放视频 这时静美突然发现所有死亡的人在死之前 都看过关于自己的视频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视频 他们可能就不会死 三人又重新燃起希望 开始去切断电源 然而在切断电源之前 俊赫还是看到了自己的录像 随后被厉鬼杀死 静美也难逃厄运 最终也被杀死 之后世西来到了天台 在天台上看到了女鬼 世西指责女鬼 她的行为 又和那些害死她的人 有什么不同 女鬼当然不会听世西的话 直接将世西从天台推了下去 幸幸的是 世西并没有死 反而被救了下来 最后 街边的监控记录下世西的一切 看来世西最终也难逃 被杀死的厄运 这部电影抨击了网络中的现象 同时利用了诅咒 玄幻等元素 是一部很能引起年轻人共鸣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